Ready 遊戲《新幹線》旗下首款《敵人輪城》 涉及遊記《獵殺戰場 Online》 將於 4 月 21 日到 4 月 27 日止 舉辦首破限時封測 玩家可以招火一同上線來場廝殺大戰 在首破封測期間內 開放玩家自訂殺敵術來作為最終勝利依據的殊死戰模式 以及必須透過小組成員相互合作 以達成模式所設定的任務為最終目標的人無戰模式 來讓玩家體驗到自身殺戮或是團隊合作作戰的快感 另外也同步開放摩托車、裝甲車、戰車等三種陸地載具 來增添玩家在遊戲進行中的戰爭刺激感 如何利用巧妙的戰術 才是最後獲得勝利的唯一法則 想贏的最終勝利的玩家可多放眼裡戰術 來應多邊的挑戰 而遊戲《新幹線》也舉辦了眾多的好康in-game 活動 不但登陸遊戲就可以拿到10萬遊戲幣 還有機會把上千元的minecard點數帶回家 遊戲《新幹線》表示 旗下最受玩家喜愛的超熱血獻上狩獵遊戲 《魔獵人Frontier Online》 將於4月26日推出暴徒蠻龍大規模改版活動 在這次的改版內容中 將會新增五雷龍的牙種明雷龍 以及MHF的專屬魔物蠻龍 新狩獵場所方面則是新追加的高地 在高地裡將會有新草10種魔物 《零角林》和《黑茶毛》登場 而在既有的一部分魔物中 追加會採取新行動模式的特異個體 這些魔物會在專家任務中登場 除此之外 還會對遊戲平衡進行細微的調整 遊戲《新幹線》官方也會推出回饋玩家的活動 詳細的改版資料以及更新訊息 玩家可以到《魔獵人Frontier Online》官網上查詢喔 Sega 公司進《魔兵驚天錄》 以及完全征服兩款遊戲之後 再度與日本白金工作室合作 推出格鬥動作遊戲極度混亂 這款強調網路連線的大亂動動作遊戲 登場角色都極具個人特色 都給人相當深刻的印象 而在最新的宣傳影片中 就是要使用強力電腦的新角色 Nicola 強力的近身攻擊 搭配威力強大的電擊 看來敵人想要靠近都是件相當困難的事 每上一天日前釋出了《戰地風雲3》的實機遊玩影片 強大的光影效果 城市戰加上環境破壞要素 以及流暢的動作表現 看來每上一天說要超越決勝時刻的話 可不是隨便說說的 而《戰地風雲3》的遊戲總指揮 也在之前的面談中提到 在遊戲預定發售的11月之前 將會推出Demo版讓玩家體驗這款遊戲的魅力之處 在《戰地風雲3》裡 玩家將扮演精銳美軍陸戰隊員 玩家可造訪世界各地 包括巴黎、德黑蘭、尼紐約 體驗驚心動魄的任務 當一片混亂的重大時刻來臨 你這位至勝戰場的美軍陸戰隊員 將體驗緊張期待的心理狀態 隨著子彈呼嘯而過 牆壁一聲崩塌 爆破將玩家摔倒在地 戰場的逼真性與互動性比過往更深一籌 《萬代南木工》最招牌的賽車遊戲 《實感賽車》即將推出最新作品 《實感賽車Unbounded》 預計將在2012年推出 本領造與前幾代作品不一樣的風格 《萬代南木工》找來開發可玩賽車遊戲 《Flat Out》的研發團隊合作 要開發一款以往 《實感賽車》截然不同的新作品 將會是標榜 午夜街道賽車的極速狂飆 從宣傳影片中展現的風格 玩家似乎要在街頭橫充直撞大破壞 無視任何的交通法規 把擋路的障礙物都撞犯 強調無規則的衝撞大破壞 當然許久未見的實感賽車虛擬代言人 原來例子也會登場 只不曾在《實感賽車4》時引起旋風的賽車女郎 也將進去展現她風情萬丈的美麗魅力 橫向的過關遊戲相當多 但是能登上排行榜首位的可就不多見了 這款Stylist Sprint不只是在美國排行榜首 連台灣也是戰績位 說明遊戲可是有過人的地方 玩家在遊戲中要操作眼鏡上吊的帥氣火柴人 在複雜的地形中快速前進 並且可以做出各式各樣的招式來輔助行進路線 不管玩家也可以幫火柴人更換裝備 不管是帥氣十足或是惡搞搞笑的都贏贏擊全 除此之外 還製備了不同遊戲風格的小遊戲模式 讓玩家可以寬寬口味 看著火柴人在不同舞台大顯身微 目前這款遊戲還是免費下載 不下載來玩看看可就對不起自己啦